从奇怪的轮胎到五角星再到神秘的金字塔以及巨蛋的螃蟹 人们通过谷歌地球得到一些奇怪的发现 所以本期大可看机文话题 六个谷歌地球上最奇怪的发现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奇怪的轮胎 谷歌地球观测到一些刻在地球表面的古老艺术 包括可追溯到大约8500年前的轮状结构 它们比秘鲁的纳斯卡线条还要古老 这些点缀在约旦阿兹拉克绿洲的浮条设计中 有一些似乎与冬至日出的时间一致 车轮的设计各不相同 还有一些根本不是圆形的 而是城镇方形 居形和三角形 这到底是谁创作的呢 可能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令人困惑的五角星 在中亚被风吹动的大草原上 哈萨克斯坦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巨要的五角星 直径约366米 时刻在地球表面 这颗五角星周围环绕着一个圆圈 位于托博尔水库上游的南岸 在谷歌地图上生动地显示出来 这个五角星原来是一个公园的轮廓 也许是设计师有意而为 神秘的金字塔 谷歌地球的这张图片显示了一个异常现象 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未挖掘的金字塔 在过去五年中 使用谷歌地球检测到埃及 数十处异常情况 然而关于它们代表自然特征 还是人造结构存在争议 需要进行更多的挖掘 但是埃及的安全和经济形势 限制了挖掘的数量和规模 最大的字母 亿万富翁阿勒纳哈扬 是阿布扎比统治家族的成员 它的名字 赫波斯湾岛屿 福塔伊西岛的沙地上 H-A-M-A-D 字母高半英里长二英里 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字 无论如何太空中都能看清它们 通常用沙字写的单词会被冲走 但是这些字母足够大 可以形成水稻 吸收轻蚀的潮水 大棱镜彩泉 从空中往下看 大棱镜彩泉简直让人感到震撼 黄石公园位于美国中西部 怀俄明州的西北角 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 温泉附近最明显的颜色 有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和蓝色等 为生物作用产生不同类型的色素 让其四周变得异常魅力 巨型螃蟹 在谷歌地球上发现的最具争议的生物之一 是一只看起来非常巨大的螃蟹 这只巨大的甲壳类动物是在英国 肯特郡海岸附近发现的 如果它是真实的螃蟹 那将是人类从未见过的最大生物 难道这是远古生物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